草山好 你说广东话也可以 广东话 也可以 所以我马克 非常有兴趣我能够参与这个项目 其实 新加坡和香港非常相似 大家也知道 是一个非常密集的城市 那 新加坡这个城市里头的人 已经开始觉得 除了工作之外 心灵上 需要一种 逃逸一种寻求 平静的环境 所以近年来在圣陶沙巴 有很多开发项目 我想 我们的文化岛 也是 因为这个需要 也因为在新加坡的 这个环境里头 已经感觉到 城市是需要 一些生态的环境 来平衡的 也许 有些人 有些人